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这在哪里呢 也在九州 刚刚说在北海道 现在是九州 这份餐厅 也是有名的和同地方 但比较难去找 这张照片不是我拍的 因为当艇抬了过去这件事的时候 你不知道那边有件事 然後餐廳的船家只是說日文 所以整村人不知道發生甚麼事 後來是船艇走了 是你不知道發生甚麼事 整村人都知道 我想那些日本人當然是知道發生甚麼事 是你不知道甚麼事 但我沒有聽到他們說Capa 即是那個日文Capa 河童的日文就是Capa 好 很有趣 簡直好像個佛仔 是挺可愛的 這隻東西 之後再去 就是看到原來那個艇家 那件衣服也是 即是那個地方是以前很多河童的傳說出現的 很多河童出沒 因為之後你會看到有本書 它做過一些統計的在日本 在哪一個 九州哪一個地方出沒得比較多 其實福岡是最多的 這個柳川這個地方就比較近福岡 你再說一次這個叫甚麼 在鹿兒島附近一個地方叫紫宿 紫宿 這個湖就叫磁田湖 磁田湖 請問三個月訂閱節目重溫